如果将政治因素人为地引入5G的开发利用与合作 甚至将有关问题政治化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不仅不利于5G的发展 也有被公平竞争的原则 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关于波兰与美国发表的5G的联合声明 我们注意到此前波兰总统和总理曾明确表示过 将公平公正地对待再波的中国企业 不会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企业采取歧视性的措施 我们希望波方能够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 美方对别国的5G网络建设指手画脚 赤裸裸地强拉甚至威胁其他国家要采取与美方一致的立场 这种单边主义和霸权的行径暴露无遗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的错误做法 停止对中国的蓄意抹黑和指责 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有关的推文纯属是老调重谈 对中方进行无端的指责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新疆事务纯属